今年第八号台风马利亚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有可能转为擦边台 间接会影响到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预计下周二台风最靠近台湾 今年第八号台风马利亚在周三晚间八点发展为轻度台风 气象局表示强度还会再增强 目前马利亚台风位在关岛南方海面 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朝琉球群岛前进 气象专家分析台风路径有不少变数 而关键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如果转强台风将偏西北溪 会离台湾比较近 甚至可能形成擦边台 预计最快下周二最靠近台湾 下礼拜二礼拜三 它来到冲绳附近的时候 太平洋高会逐渐往西深的这个趋势 它可能会稍微比较接近 我们台湾的北部的这个海面 不过目前各国对于太平洋高压 强度的掌握都不一致 因此台风路径难以掌握 美国模式的话 对于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比较偏弱 因为它的在通过琉球群岛的时候 会比较偏北 欧洲模式的话 大概是认为未来太平洋高压强度 是持续比较偏强的 接近琉球群岛的过程当中 偏西的分量会比较多一点 对它又比较近一点 气象局表示 拉利亚台风往琉球群岛北上的过程 会把南边的水汽带上来 不排除南部下周二 就会有明显的雨势 至于北部东北部地区 则要严防台风来袭 由于台风的路径变数很大 仍要持续观察 记者朋友张国梁台湾报道 感谢观看